听说关注了我的 至少能受十斤 不信你来试试呗 理由不正面 吃货请闭眼 吃了吗您 欢迎大家收看这里的吃货请闭眼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继续在哈尔滨走来走去 吃来吃去玩来玩去 那么哈尔滨出的好事呢 有什么好玩的呢 走到大街上我突然发现一架 猫主题咖啡厅 我说猫主题咖啡厅你干嘛不乐意啊 是不是啊 拜拜 猫主题咖啡厅 老白再撸猫了 所以咱们现在进去看看 看看猫好不好玩 走 撸撸去 来咯来咯来咯 手对都不行咯 现在我坐在一堆猫中间 身边就是咱们的美女粉丝 也是这家猫咖店的女老板 人家已经接红了 别幻想了 竟然来玩一玩 因为粉丝知道我特别喜欢猫 然后等会他就开这个 说你过来玩一玩 我过来看一看 大开眼界这么多只猫 因为你会想多少只猫 咱们家里是大概有一百多只 然后现在是有大概三分之一 在店里上班 因为我们担心总是一部分猫 在这儿的话 和顾客之间的互动 会带给它们这种疲惫感 所以它们是轮班的 就身边的是吗 对 猫身边的 问四个问题 这个费用应该不低吧 对 它们每天一只猫的标配 比我们自己吃饭的费用要高了很多很多 刚才逗了一会儿发现猫罐头 还包括这种银眼膏什么的 它们可喜欢吃了 主要是我先生它是兽医专业的 对 所以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个科学的健康的这种养殖的知识 看见没有人家女粉丝爱猫爱到什么程度 嫁老公都是嫁疑兽业 我挺好 我觉得你们搞得为这个 哎我是特别喜欢猫的一个孩子 如果各位来哈尔滨班啊 或者是在哈尔滨小伙伴喜欢猫的人士 我劝劝过来坐一坐 这个绝对不是广告 你也知道老白从来没这么打过广告 我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些猫 我们店里呢每只猫都有它们自己的名字 这一只它叫小白 对我是老白 所以我单独宠它半天了 你看这个猫最大的特点 就是见着吃的走不动荡 那这半天的老老老是在我身边待着 因为有吃的嘛 啊你也吃 你是小小伙伴啊 有没有想要把它带走的感觉 我是可能不太敢养猫了 因为上一只猫丢了以后有点受不了 有点受不了 所以就我喜欢猫 特别喜欢猫 但是不会再养 养了十年 十年好久 那只猫给我妈一天生日 然后来我们家 哎呀我特别有缘分 那只反正我就 哎就当那个什么 什么男神女神那么供着呗 当偶像供 什么一天是大虾呀 什么猫粮啊 鸡肝啊 什么各种鱼罐头 最后一次出去就没回来 要的饮品上来了 大家你看很有心把我要的咖啡 都上面做的猫的造型很可爱 啊哈哈 嗯 我就喜欢这种不加糖的 拉会拉的还是很有技术的啊 你不喝这个啊 你不喝这个啊 做老子一直在这坐着 那里面也不错 还可以挺好 反正你也喝咖啡 哪喝不是喝呀 在这还能玩猫做好 其实也是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啊 亲爱的网友们 如果想养猫的 首先我劝您的第一 要想清楚这个事 如果养就是养一辈子 这样呢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猫咪特别喜欢的环境 包括每天给它打扫卫生啊 其实很辛苦很累的 但是也落在其中 第三就是说 你得出时间陪伴它 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家人 因为它看得上宠物 实际上它能给你带来的危机 有的时候是你的家人带不来的 其次就是说 它们从来也不会骗我们 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伤害 更多的是我们伤害它们吧 如果想养猫 先去一些猫卡店 然后走一走 感受一下这种小动物 我们带来那些快乐 去过几次觉得 我真的可以养一只猫 那你就去养一只吧 人呢 人呢 我不让人 在这玩会呗 那猫卡呢 我们就拍到这了 那些不能放的 我都放在微博微信了 时间很复杂 但至少在拍我们猫的时候 它不敢说话 喵 下期的话 拜拜喽 给我们 живы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